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施智昌的助理确诊 是否紧急匡列了施智昌 还有三名接触者进行裁检 由于施智昌有参加了9号的时候 民进党在地方举行了团结参会 当天除了副总统赖清德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还有立委何欣纯 林静怡等人都有到场 现在是否要扩大筛检 是否表示说将等检验的结果出炉 再采取进一步因应 疫情烧进台中市议会了吗 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施智昌的助理 传出确诊 我个人跟几位助理 因为这个足迹重叠的关系 到我们医院来进行所谓的PCR 施智昌裁检后 仍在防疫旅馆 施补匡列施智昌 以及三名接触者 会偷看他的行程 9号民进党在地方举办团结参会 当天除了副总统赖清德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立委何欣纯林静怡 跟不少绿营议员都有参加 那我们是算是间接的接触者 只不过党团同仁 为了在防疫上的更加谨慎 我们决议每一个同仁 自行在家做好快筛 真的有点紧张 然后他现在这个 我现在看没有 我觉得很放心 但是我就想说 为什么我这里痛痛的 卫生局人员直接进到议会 帮议员现场做快筛 一样有出席参会的立委林静怡 自己拍影片是阴性 一度还传出 国民党团想要求参加参会的议员 暂停出席开会 检查结果赶快出来 那我们就知道要不要再做进一步的框定 石志昌表示 9号晚间参会服务处 只有他本人参与 确诊助理未参加 而该名助理应担任行政职 平时也未在外走动 现在服务处所有人 皆配合防疫政策 一卫生局指示行动 如果宴出有问题 恐怕连副总统赖清德 都会受到影响 记者中部赞往报道